又來到星期五的娛樂無窮 身邊有著名投資專輪作家唐牛 跟唐牛談談 假期尾都很濃 隔個星期上來市況又再好一點 連續兩天都擦身今個月的位置 上午時 勢是想補回11月底 我們那個滑下跌裂口 29563點 但未能補得完 也要留意昨天北水又重臨 雖然擦身今個月的位置 但始終放假末 成交很安靜 成交比較安靜 但市場來說 指數也算是做得不錯 想補個裂口 其實是否可以繼續夾上 我自己看 向上的機會都挺大 始終今年來說 都是很有主導 始終勢頭都不錯 還有 雖然成交比較淡 但如果從好的方向去看 如果你要做上的話 其實是比較容易一點 因為沒有太多人看牆 過了放假 變得容易夾高一點 當然 是否可以博買先由到放假 假期之後 下個星期回來再衝高一陣 其實是可以博的 不過博的股份 大家要留意 不要博 即是用強勢股去博 不要再選弱勢股 你說強勢股近來有甚麼 很明顯可能就是 例如以前沒有那麼強的匯豐 現在這陣子都很強 另外 例如平保那些股份都比較好 你說相對 例如近來熱炒的 有內需股 都是比較值得留意 但相對來說 可能手機設備股 或者內房股來說 可能之前比較強的 但很明顯 近來走勢比較差了 要博就不要博這些了 比起上日同時段和過去30日平均時段 成交我們都說減了 11點半TopSearch有談過 過去10年港股7年聖誕假後 到年底都說有得升 如果參考歷史 是否假期前買定貨 等市場爆升 那多直搏 其實如果真是 這樣說 今年都升了很多 我相信各位觀眾都贏了不少 但其實 如果真是想炒 將美市這個汁都混合 其實都可以博一博 都是剛才所說 始終成交比較淡靜一點的時候 如果好友要做上的話 就比較容易一點 所以就可以博一博買定貨 到下星期 當市場夾高時就可以獲利 我們剛才提到 現在假期味都已經很濃 整體大市內需股 爆起了 騰訊都有1% 波幅不算大 但個別炒股不炒市 有些個別股份炒得很厲害 例如生物科技股1548 金思瑞升幅三成 而部分的全購股 即是被新買家 提出全面收購要約 都明顯跑贏過施特惟 例如節目有提過的勤達 和路信通888 在不同的地方 和專欄提過 全購股要注意的事項 都有三方面 例如全購交同股價 新購股東 否則是歸邊 這三個事項 和我們逐個簡單 不如再談談 哪個最重要呢 如果全購價在邀約期內 越近全購價買的風險 會不會越低 等它轉售後再爆上去呢 其實如果三個重點來說 一定是全購價最重要 始終在邀約期內的保底價 即是如果股價 現價比全購價 是Premium 越少的話 即是股價越接近 全購價的時候 你買入的時候 其實風險就會相對越低 而值得越高 第二點 新購股東的實力和背景 其實這都重要 為何這樣說呢 尤其是新股東 始終公司轉手的時候 我們憧憬的 就是接下來新股東 如何令到公司轉型 或者如何令到股價做好 如果新股東是有實力的時候 自然會有信心保證 對於股價炒上 都會有比較大的幫助 到最後一點 就是這個貨源是否歸邊 其實這純粹是供求關係 很簡單來說 例如 如果今次股權逆手是七成 其實街貨只有三成的時候 其實某程度上 這樣就叫做歸邊一點 相對於你說 如果股份逆手只有六成 即是說沒有那麼歸邊的時候 就比較會爛炒一些 變成我們就看回 街貨越少 以及街貨時值越小 其實對於炒作的作用 會比較大一些 我們之前的節目都看過的 就是傳購股貼買影視 就是1326 由出通過說大股東有意賣股份 之後就給新主題全購之後 股價是要累一成多的 這個例子反映了甚麼呢 好像不是每次逆手都可以炒 是的 其實都有風險在這裡 始終就是說 它在一個腰藥期間 都曾經尾斷的時候 都跌穿了全購價 其實看到也要嚴守智洩 炒全購股 簡單來說 還有看回這個例子 就是說新舊主的實力 都可以留意 其實舊主 即天馬影視 其實就是黃百明 其實天馬影視 其實這一兩年 都曾經有傳賣盤好幾次 都出過通過說會賣盤一兩次 但之後都無疾而終 都搞不定 其實某程度上就被人感覺 為甚麼好像賣也賣不成 是不是公司會有些問題 變成可能在這方面 都會打少少折扣 另外新主 新主其實就是力量的 即1277上市編號 1277的大股東 其實看回力量這間公司 其實它自己的股價 幾年前上市 都一元以上上市 其實最新股價 都只剩下幾毫子 其實看到表現 都不是太好的 感覺上給人說 就算這位大股東 進來天馬影視 是不是對股價 都好像沒有甚麼幫助 因為這樣的情況之下 即新主和舊主的吸引力 都不是太大 變成了 相對來說 股價因而下跌 其實都會有即可寻 承接觸說 全構價也很重要 全構價是否保底 視乎是否無條件要約 還是有條件要約 無條件要約 即是要約一定做 以為全構價要在要約期內保底 所以通常股價會浪上去 有條件即是要符合 某些特定條件才會進行 意味不保底 所以股價通常是在全構價之下 即是全構價是否保底 又要視乎是否無條件 保條件是否叫保底 如果T馬影視這個例子 無條件要約的全構價 都不一定是保底 要約期完之前插水 其實穿了3毫1千9 這個全構價 有甚麼啟示 其實這個都要留意 其實今次它穿的價 提到T馬影視 其實就是上星期三 截止這個全構 但因為通常T加2的關係 其實如果你拿著貨的話 證券行或銀行 都會在T加2之前 上星期一就會問你 究竟你能否接納全構 變成剛巧 就是在上星期一 即是星期二的時候 股價就插下來了 變成其實在真空期裏面 如果沒有接納到邀約的時候 即是你沒有給貨大股東 而你還拿著股份的時候 即是你已經沒有條件 再給貨給大股東了 你要留意真空期裏面 其實有機會股價都會有波動 如果在真空期裏面 股價跌得比較深一點的時候 就一定要當機立斷去做一個指示 再跟進去上月初節目提過的勤達 當時節目談的時候 大股東裝飾國際公布 出售所持六成股權 新買家會觸發全球 但卻沒有全球價出來 到上星期五中也有詳細資料 獲無條件提及邀約的 大股東裝飾機構 握60.82%股權 會逆手給慶達發展 全球價是3.92% 教全日收市的交易價 3.8%有日價 輕輕1.8% 教每股NAV即是資產正值1.87% 日價也有109.6% 慶達最終股東分別是 廣州產業投資基金 握四成 聯宙握三成 以及居業投資握三成 兩個月之前有拆解過的勤達 最終就落實了買盤 如果手頭上的數據來看 能否炒得過的全球股 我們看看勤達 全球價是3.92% 其實對比現價 可能是41.1%左右 其實是42.2% 其實優勢也不算太大 當然都是那件事 越接近全球價去購買 其實風險越低 直播率越高 再看看貨源 今次逆手的股權 大概61% 其實都不算做太歸變 始終距離最頂的位置 75% 還有少許距離 還有要留意 勤達的市值相對比較大 也有14億左右 如果這樣成分的話 其實街貨市值也超過5億 變成要炒上去的時候 資金的需求相對比較大 不過最吸引的地方 其實就是剛才所說的新主 因為其實新主 我們看到分三部分 其中有廣州基金 其實持有4成 其實看回廣州基金的背景 廣州產業投資基金 其實持有4成 在網站也看到 這個基金的規模也不小 簽約基金規模超過1700億 其實相對來說 感覺上勤達的注資概念也挺濃的 看看有甚麼折入 就是憧憬的最關鍵 看看股價最高升到4.5元 之後慢慢回落 現在幾乎就原地踏步 究竟還有甚麼玄機 入場的朋友有甚麼要注意 那他又迫回到黃色線 又是否叫做買得過呢 其實玄機是甚麼呢 玄機應該是炒過籠 之前大家都衝憬過廣州基金 可能會注資 大家都比較好心急地衝進去 變了有少許炒過籠的情況 其實也是那樣東西 接近全購價去買 始終風險比較低 看看接下來執行的位置可否買得到 其實你說入場未入場 要注意甚麼呢 其實剛才都說了 最重要要留意腰藥期是到甚麼時候 因為始終都是腰藥期裏面 全購價才是保底的 在通告裏面提到 其實就要等綜合文件出來 才知道腰藥期是到甚麼時候 其實看通告裏面提及了 下個月5日就會在綜合文件出籠 到時在綜合文件裏面 就會看到腰藥期和時間表相關東西 如果大家有興趣投資的話 就要留意這個日子